主持人 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 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 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民 击鼓弹琴歌颂他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 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 愿他们在船上欢呼 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 手里有两刃的刀 我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 要用链子困住他们的君王 用铁料锁他们的大臣 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基督的审判 他的圣民都有着荣耀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各位姐妹们 我们已经来到这米赛亚师系列的最后一堂 最后一堂感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通过这个系列 让我们看到诗篇里头 隐藏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角度 那个丰富的角度 就是我们所谓的米赛亚的角度 诗篇里头让我们看到 原来在这诗篇里头 有一位耶稣基督 原来我们的主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这位米赛亚就在诗篇里头 让我们看见寻找到 这不是我自己的概念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 假如我们还有印象的话 在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 这是主自己说的 在以马五诗的路上 主说什么呢 他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 假如你打开旧约的时候 摩西的律法 你找得到耶稣 当你打开旧约 先知的书的时候 你找到耶稣 当你打开旧约诗篇的时候 你也找到耶稣 这就是我们的主 在向我们说的话 所以在过去的六个月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好像走入了这诗篇的大森林 看见这森林的美 也闻到这森林的香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从诗篇第八篇 我们走进去这个森林的时候 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有一位 顾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 因为诗人告诉我们 他成为比天使还微小一点 为什么我们的主这么做呢 因为诗人告诉我们 因为他顾念我们 当我们在走前面一步的时候 诗篇第十六篇 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位满足我们的神 在他面前有永远的福乐 在右手中有令人满足的喜乐 我要把耶稣摆在我的面前 为什么呢 因为他满足我 诗篇第十六篇 接下来我们看到诗篇第二十三篇 我们不仅仅有一位满足我们的神 不仅仅有一位顾念我们的神 我们甚至有一位陪伴我们的神 我们一位好牧人 诗篇二十三篇 这位好牧人为养舍命 诗篇第四篇 这位好牧人 他为了我受死 受刑罚 这位好牧人不仅仅为了我 这位好牧人甚至代替我 当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 诗篇第一篇里头讲一位完全人 一位完全人 在这个地面上找不到的一个人 不过这位完全人 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完全人呢 耶稣基督本来就完全了 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呢 因为他要把他完全的公义给我 他要代替我过一个完全的生命 这是诗篇第一篇 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的主拯救我们了 我们的主把我们从一样当中救出来了 我们的主有命令给我们 有事情给我们 做有差事让我们完成 那事情的差事就是六十七篇所讲的 他差遣我 他差遣我到普天下去 他差遣我到万民万邦万国 做什么 传福音 使万民万国万邦 借着教会成为主的门徒 我们在这身 我们的主甚至率领我们 诗篇一百诗篇 我们有一位大能 全能 永能的君王 他一生一世要率领我们 今生来世 他要率领我们 所以今天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来到最后一堂 最后一堂 来到一个高峰 最后一堂的信息 主题是 他喜爱我 他喜爱我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 知道我们有一位 为我们受苦 为我们再来 为我们付上这一切的弥赛亚 这位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位如此爱我们的神的时候 你和我 应当有什么反应呢 这就是诗篇一百四十九篇 在着重的 他要帮助我们 帮助你和我 我们一起来赞美 赞美这位弥赛亚 赞美这位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主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感谢你 虽然主断错失开始了 早在五十年前 我们就不可能 不可能像现在一样 通过电视机 通过电脑 甚至通过手机 来敬拜你 不过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 主通过这普遍的恩典 通过科技 我们可以仍然 听到神的话语 仍然借着神的话语 我们得胃养 主我们这样一下 现在主手中 主求你恩待我们 主你软化我们的心 主你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因着神你的爱 被主你自己感动 使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力量 这样的一个渴望 一天 再次 和弟兄姐妹们 一同地来敬拜你 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最近有人问我说 海洋传道啊 你们传道人讲道啊 是不是一定要有三点 英文叫Tree Point Sermon 你们讲道啊 是不是一定要有三点 其实不一定 今天弟兄姐妹们 我要讲一个 一点的讲道啊 一点的讲道 今天听完这篇讲道的时候 只有一句话 只有一句话 那句话是什么呢 那句话是 我们一同赞美神 因为他喜爱我们 就一句话 我再重复多一次 今天听完这篇讲道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 我们一同赞美神 因为他喜爱我们 就一句话 那么我们就开始 来思想这一句话 我们来思想前面两个字 叫我们 我们 或许有人会说 海洋传道 我们已经真的离开幼儿园很久了 这两个字 我们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其实听完节目 你们放心 我不是想和你们谈 我们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想谈的是什么呢 我想谈的是我们的重要性 所以我再说这一遍 我们的重要性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你慢慢地细查这几个经文的时候 诗篇149篇的时候 你发现这作者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作者在这首诗篇里头 他用的名词都是复述的 都是复述的 都是讲的是一群的人 都讲的是很多人在一起 不是单独一人的 不过当我们在想到这个单独一人的时候 和我们这年头的主流的思想 是有关系的 对吗 这年头我们活在一个我行我素的一个世界 我要做什么谁管得着 这是一个我们这年头的这样的一个世代 不过当我们走进圣经的时候 圣经是一本非常平衡的书 圣经不是否认说个人主义不好 圣经也不是说一定要有集体主义 圣经没有否认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圣经也没有完全地否认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 反而圣经做什么呢 圣经平衡这两个观念 圣经是看重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圣经也看重群众 弟兄姐妹们 教会一体与神之间的关系 圣经也看重群众 你看到吗 在这里诗人要带出来的观念就是这样 为什么他用这么多的复述词呢 pronounce 为什么用这么多的复述的名词 因为他要我们明白这个观念 在神的眼中呢 是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重要 非常重要 每天我和神的灵修生活 我跟神的沟通 神的话语如何的临到我 这是我和神的关系 不过当我们看这边诗篇的时候 这边诗篇呢 让我们看到 圣经不仅仅是强调我和神的关系 圣经也强调 我们 和神的关系 我们要一起做一些事情 这是圣经所强调的 我们有一个责任 所以今天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谈的是 我们一同 我们共同 有一个责任 那个责任就是 我们要在一起 我们要一同的赞美他 赞美神 在这个时候过去的两个多月 我们已经习惯了 慢慢的习惯 慢慢的习惯在网上 通过网络来参加这个崇拜 上网崇拜 感谢主 这是一个恩典 假如你还记得 刚才我的祷告 我感谢神 有这样一个恩典 不过弟兄姐妹们 网上崇拜好不好 其实它有很多好处 网上崇拜又方便 网上崇拜 其实又节省时间 根本不用浪费时间 从家里搭巴士 搭公交来教会 网上崇拜 甚至非常非常环保 非常非常环保 不用硬周刊 不用驾车 没有二氧化碳 所以可能久而久之 我们会想 其实晚上崇拜 是很不错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应该把这个会所 可能缩小它 那些要来的就来 多数人可以在家里 晚上崇拜 你看如此多的好处 不需要周车劳顿 那么我们为什么 还要这样做呢 或许一个月 或许两个月后 教会恢复教会了 恢复聚会了 我们为什么 还要鼓励 这种姐妹们 回来教会里头 恢复聚会 因为诗篇149篇 诗篇149篇 让我们看到 这个我们在一起的观念 我们要在一起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在一起敬拜神 赞美他 在我青少年的时候 大概那一年是17岁的时候 17岁的时候 原本我住在金文泰 非常靠近教会 不过因着一些原因 我父母亲决定买了一个新的家 那个新的家靠近乌洛西水池 Berdot Reservoir 乌洛西水池 所以在19岁那一年 19岁那一年 就搬到乌洛西水池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苦恼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 假如我要来参加早上八点钟的崇拜的话 我需要六点十分 大第一趟的巴士 否则的话第二趟来的时候 大概六点二十五分 六点二十五分来的巴士 我多半会迟到了 所以我一定要到六点十分的 六点十分的 我记得我和我的姐姐 六点十分一定要在那个巴士折战 等那两巴士 所以你会说 你很属灵 不是我不属灵 我坦白告诉你 我很羡慕一些人 我羡慕谁呢 我羡慕那些住在班丹西水池的人 这个住在乌洛西水池的人 每个主日要从乌洛西水池 一个西水池到另外一个西水池 要一个半小时至少 才能抵达教会 不过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么做呢 因为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 神喜悦他的子民 做一件事情 神不只是喜悦他的子民 单独和他沟通 神不只是喜悦这一方面 神也喜悦他的子民一同 我们 你和我 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敬拜他 这就是诗篇一百诗字篇 要带出来的重点 所以因为这样你才发现 你看 作者用了多少你们 作者怎么称我们呢 他称我们是在西安的民 他称我们是以色列 他称我们是圣民 都是复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作者想让你和我明白 在神的眼中 他有时候看子民 不只是单独的 在神的眼中 他看他的子民 如同一体 所以如同一体 我们一体的来朝见神 所以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趣的 在新约 在新约 有一位作者 他用这个名词 叫以色列 你会说 这个以色列不是以色列国吗 今天到了如今 还有一个以色列国 对吗 不过这个作者 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作者用以色列 用在谁的身上 这个作者 把以色列 用在外邦人的身上 当这个作者叫保罗 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 你听 他写完这封信的时候 他怎么结束 他的这封信呢 他为他们祝福 他说 反照着这里所讲的道理所行的 愿平安 愿怜悯 加给他们 神以色列的名 你想哇 保罗在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保罗来让你和我看到 旧约所讲的 这以色列 似乎是个民族 不过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把这个以色列 放大了 放广了 谁是以色列呢 各位姐妹们 我们是以色列 谁是这以色列的王 耶稣基督是这以色列的王 不过耶稣基督 要我们这些以色列民 做什么事情 耶稣基督 要我们这些以色列民 好像加拉太教会一样 聚集在一起 来敬拜他 来敬拜他 不但如此 当我们好好的细读这段话的时候 这节经文的时候 你发现保罗用一个名词 用了三次 保罗用一个名词 用了三次 那个名词就是圣明 英文是the godly 圣明 所以或许我们会想 圣明应该是指的圣洁的人 清洁的人 其实这个意思比清洁圣洁来个更丰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希伯来文字本身 它带出一个观念 一个永远长久 守恩约 诗慈爱的一个观念 这是一个很特别 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希伯来文字 所以甚至你可以在诗篇里头 经常找到这个字 最著名的是什么呢 诗篇136篇 诗篇136篇里头用了26次 这个字 所以你读诗篇136篇的时候 你发现作者一直在这样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这个圣明这个字 字更是一样的 你甚至可以这么翻译 甚至可以这样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为他本为善 他守恩约 诗慈爱 是永远长存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 要一起的来敬拜神 因为我们的身份不同 我们是神守恩约 神诗慈爱 我们是蒙恩 我们是得救的人 所以蒙恩得救的群众 的弟兄姐妹们 神喜悦我们做一件事情 神喜悦我们一同来赞美他 一同的来赞美他 所以我在之前我讲了两个字 我们 现在我们接着讲 把这句话讲完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一同赞美神 我们一同赞美神 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呢 其实那个答案太明显了 当你读诗篇149篇的时候 你发现这首诗歌是一首很快乐的诗歌 一开始怎么说呢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中文八个字 八个字 不过在西伯来文 两个字 那两个字是你和我都知道的 那两个字是 哈雷路亚 我再讲多一次 那两个字是 哈雷路亚 所以可能你会觉得 哈雷路亚不是一个字吗 不是 在西伯来文是两个字 两个字 不过可能让你更惊讶的是 每当你和我听到哈雷路亚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是一种我们表示 神啊我赞美你 不过其实不是 在这里呢 哈雷路亚是一个命令 是一个命令 你甚至可以听那个作者的语气 语气就是 哈雷路亚 换句话说 语气就是 你们要赞美神 这是一个命令 作者开始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命令 你发现 作者 结束这首诗篇的时候 也给我们同样的命令 你们 要赞美耶和华 就对这边 这是一个命令 这不是选择 我们往往在这个世代 我们都是选择的 我们很大 神很小 我们想来教会就来教会 我们不想来教会就不想来教会 我们发号命令 不过当你看诗篇149篇的时候 诗篇149篇开始 就是哈雷路亚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这就是诗篇149篇 发号的命令 作者好像似乎 怕我们不明白这个命令 他接下来 再发六个命令 再给我们六个命令 这六个命令跟第一个命令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他发给我们什么命令呢 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你们要在圣民的会中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欢喜 你们要快乐 你们要跳舞赞美他的名 你们要几鼓弹琴歌颂他 弟兄姐妹们 作者千辛万苦在做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一个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 我们要在一起赞美神 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讲到这里 停顿一会儿 或许有人会纠结说 在这里你看 神要我们跳舞赞美他的名 是不是以后我们像一些比较摩登的教会 在每个主日的时候 可不可以有弟兄姐妹们上来 跳一支广场舞给我们看 在这里并不是这样 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在当时 他们是如何的跳舞 不过或许我们可以从犹太人的传统里头 找到一个观念 找到一个观念 我说或许 或许假如今天你和我去西墙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让你很惊讶的事情 我第一次去西墙的时候 我发现纳迪人竟然在跳舞 不过不是跳我们所谓的 这年头的摩登舞蹈 不是跳什么K-pop 不是跳什么break dance 不是跳什么这年头所看到的舞蹈 而是跳什么呢 而是跳群体的舞蹈 他们手牵手绕圈圈 一边绕圈圈的时候 一边唱诗歌 我不是说我们的教会要像他们一样 不过我是说 以后你和我到了天上 有很多事情我们要习惯 有很多事情我们甚至会大开眼界 原来在旧约在古代 这是他们敬拜神的乐器 这是他们敬拜神的方式 不过那个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你们 我们 大家 这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情 这不是旧约一起做的事情 新约也是一样 圣经的最一本书 《启示录》 就是刚才牧师带领我们朗读的那节经文 你听到了启示录 约翰看到天上的异象的时候 约翰说什么呢 我好像听见群众的声音 种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说什么呢 哈雷路亚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听众姐妹们 这是我们一生一世 这是我们今生 我们来世要做的事情 我们今生来世要做的事情 不过可惜的是什么呢 可惜的是这年头 我们想到一些这类似的事情 我们想到崇拜 我们想到灵修 我们想到读经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就有四个字 在我们脑海里头 那个四个字 很多时候是 无聊无趣 无聊无趣 英文 so boring 很多人告诉我 海洋传道 你告诉我 假如一天到了天上 就赞美耶和华 是so boring 是这么无聊无趣的东西 海洋传道 你告诉我 有什么好玩的 不过第二点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无聊无趣呢 我们觉得无聊无趣 因为我们把那个焦点 放错了地方 我们把那个焦点 放在我们的身上 假如我把焦点 放在我的享受 把那个焦点 放在我自己 怎么看这件事情 的确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无聊无趣 不过 假如你把焦点 放在这位 拯救我们的神 这位陪伴我们的神 这位满足我们的神 这位代替我们的神 这位为了我们而来到地面上的神 这率领我们的神 这拆遣我们的神 这喜爱我们的神的时候 你发现不一样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新加坡亚马逊 Amazon做工 他的工作的那个工作岗位很简单的 很简单 没有什么精彩的方面可言 不过他能在亚马逊工作 他就什么呢 他就沾沾自喜 虽然他的生活 他的工作非常简单 不过因为他是亚马逊 Amazon的员工 所以变成他在里头 他就很开心了 引以为然 为什么 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把焦点 放在他的工作上 他把焦点放在亚马逊 就弟兄姐妹们一样的 假如你和我 我们看待灵修 祷告 敬拜 我们都把焦点 放在我的感受 我的想法 我的感觉上 那么你错了 我们把灵修 祷告 敬拜 放在神的身上 我今天来到神面前 我是想听神 向我说话 我今天来到神面前 我是来到神的面前 求恩典 这万福全年 我和弟兄姐妹们 一起来到这个地方 来敬拜神 是因为我的神 喜欢我 如此地敬拜祂 弟兄姐妹们 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都需要讲理由 不充足的理由 没有动力的 不充足的理由 没有动力 所以神跟我们讲理由 在诗篇149篇 诗人好像知道 我们在想什么 你要我们 你给我们这个命令 说你们要赞美神 我们要一同地来赞美神 行 神没问题 不过你告诉我 我们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 诗人告诉我们 你看第四节 第四节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 第四节说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子民 他的百姓 因为耶和华用救恩 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为什么 诗人给我们一个 很好很好的理由 那个理由就是 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我们都不可爱 你问我我的太太 她会告诉我 我多么不可爱 你问我的孩子 她会告诉我 我多么的不可爱 弟兄姐妹们 不要以为我们可爱 所以因为神爱我们 不是的 反而是我们不可爱 我们这位神 不只是认识我们的不可爱 我们的丑陋 我们的黑暗 我们这位神 圣经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 稀在 金在 永在的神 换句话说 我们这位神 过去看到人的腐败 现在仍然看到人的腐败 以后还在看到世人的腐败 这样的一位神 竟然选择 喜爱你和我 选择 选择 顾念我们 选择 满足我们 选择 陪伴我们 这些不可爱的人 选择 为了我们 选择 代替我们 选择 率领我们 选择 差遣我们 我们这位神 爱我们 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而是因为 他选择 爱我们 所以因为如此 我们要赞美他 我们赞美他 因为神 你我是谁啊 你竟然选择我 你竟然在万人当中 选择这么样的一个人 神 我自然而然有一个反应 我要听你的命令 你的命令就是 神 我要和众百姓 一同 一起 地来赞美你 不但如此 我们不只是 赞美神 因为我们的神 爱我们 你看诗人接着说 从第六节到第九节 诗人说什么呢 诗人告诉我们 三件事情要发生 三件事情要发生 第六节到第九节 告诉我们 三件事情要发生 哪三件事情要发生呢 神要借着我们 这些圣民的手 来什么呢 报复刑罚列邦列国 神要借着我们 来捆绑君王 神要借着我们 来施行审判 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是什么呢 诗人的结语 你看第九节 诗人说 他的圣民都有这荣耀 所以这些人 这是让我们惊讶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地面上 我们会想 哎呀 我读书不多 没有什么学问 我这种人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不像那些人一样 这么厉害 弟兄姐妹们 我想 我期待 一天我们在天上 让你和我惊讶的事情是 神要用谦卑的人 神要用你和我 看来没有学问的人 软弱的人 来做那三件事情 来报复 来审判 来捆绑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 令人惊讶的事情 弟兄姐妹们 神要重用我们 一天在审判的时候 我们参与这审判的工作 我们赞美他 我是谁啊 神 你竟然用我 这样的一个人 我有个冲动 神啊 我是谁啊 你竟然爱我 所以因此神 因为你爱我 因为神你用我 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听诗人 149篇 诗人所说的命令 所发好的命令 我要和弟兄姐妹们 一起的来赞美神 我们来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主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恳求你 恳求你帮助我们 放下我们自己 让我们看到 我们自己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神 重要的是神 你的话语 在我们生命当中 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工作 主我们今天听到 诗人的命令 也是主的命令 主一天教会开始开放的时候 教会开始恢复机会的时候 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顺服主 时刻的 环境时刻的话 主我们回来 我们回来和弟兄姐妹们 一起的来 一同的来 赞美你 因为你喜爱我们 奉主耶稣的民族 Amen